大家好,我是田哥 今天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 中缅边界 中国云南内里的边陲小镇 今天是小镇赶街的日子 街上来了好多缅甸的不良小伙 来挑选中国制造中国商品 中国的衣服,我每家年 都是统统的十块一件 你看这个缅甸小妹很有缅甸特殊 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 点上我的老缅粉 成为当地一条两里的风景 你看这个小伙也是穿着裙子 在这里挑选这个花花绿绿的衣服 就是十块一件清仓大处理 这些缅甸的姑娘小伙 他们生长在缅甸 在中国工作 很向往在中国有安稳的工作 他们一般都是在祝宝城 还有烧烤店、餐厅等等 这些地方上班 也是中缅缅甸的缅甸的这些缅民 他们很向往在中国的生活 也喜欢物美嘉年的中国商品 每封小镇上面赶街的居室 他们就会三五一群 走在繁华的小居室上面 很有缅甸特色 你看这个当地的卖的这种 VCD的这些碟片都是逮住 还有这个老缅住 缅甸的这个歌曲 他们就喜欢听这种歌曲 但是我们也喜欢听 听不懂 你看这当地的小姑娘小伙子 也在这里真正的挑选 美风居室这边的生意都超级好 还有这个呆住故乡 孔雀舞的故乡 喜欢这种黄金首饰 这个呆在身上显得很有民族特色 你看这些姑娘小伙子 脸上磨的这些老面粉 就是在这个华装品店里面买的 他们每逢感谢的日子 都会来这个地方 买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 他们姑娘小伙 很有民族特色 远远的看过去 就是缅甸人 居室地摊上面 买的都是五美嘉年的生活用品 缅甸人的最爱 只要便宜 他们都会乐意的购买 也非常的乐情友好 好的 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